我是七星之天拳 凝光 要做个交易吗 你来做我的贴身侍卫 而我会教导你在里月出人头地的技巧 早 按事情的轻重缓急向我禀报吧 琉璃亭和新月轩 你更常去哪一家 茶馆已经客满了 那就来群玉阁做做吧 只要你付得起价钱 嗯 去休息吧 要是发生了重要的事情 我会派人通知你的 就算古玩价值连城 给人的快乐也只有刚拥有的一瞬 在商战中 完美的猎手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找笔心的投资吧 无论如何 摩拉都不会闲多 哦 下雨了 替我打伞吧 不过是寻常雪景 我带你见见真正的碎雪 风平浪静 不要相信你的眼睛 眼睛会说谎 这样的大风天 会成为捕鱼人的灾难 也会成为 没什么 无论是价格谈判 还是商战博弈 声势和筹码都是次要的 想要取得胜利 就需要先去了解对手的底牌 关于我的传言 最近听了不少吧 我究竟是怎样的人 用你自己的双眼分辨吧 当然 你的看法也会成为传言的一部分 赌徒永远会把希望寄托在下一颗头子上 但最后赚钱的 当然是从来不碰投资的庄家 李月古代瓷富中 不乏对于琉璃百合的一美 但它现今却近乎灭绝 只在玉金台还有保留 名声在外却又不可多得 因此更加价格不菲 既然是你 就不用剋舍那些繁文辱节了 可以随意些 不过 希望你能珍惜我的时间 严谨意该地进行说明 想来试试其戏黎月千年吗 正好也让我看看 你作为一名棋手的素质 究竟如何呢 烦恼 哦 黎月七星的烦恼告诉了你 你的肩膀能够承受得住吗 而且 如果你一不小心 说出去了的话 用老鸡和猪骨小火酒煮熬制高汤 淋在只取菜心的鲜嫩白菜上 我对饮食追求不深 平日里吃点这样的东西 也就够了 我见过有人每次宴会 必点黄金蟹 这种看上去显得 大富大贵的食物 但我对此始终不敢恭维 如果你想用这样的料理宴请我 还不如直接给我磨拉 武斗缺乏风度 只能作为下策中的下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